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也许可以找个椅背稳稳地靠着 让腰部跟背部都能够紧紧地服贴在椅背上 让着身体能够被支撑着 领受弯曲的双腿 止热不僵的上半身 觉察身体里的呼吸 在每一段练习都会有一些留白 邀请您用自己的节奏来做练习 去查到气息进来 身体的鼓胀 气息离开 身体的松沉 慢慢地我们现在试着把注意力 温柔地带到对脑袋瓜里头 所浮现的任何念头 想法的觉察 在这个段落的练习里面 念头 想法就是觉察的主角 这感觉有点像是坐在河边 观察河水的流动 河水上也许会有落叶 也许有浮沫 也许有垃圾 也许河水是清澈的 也许河水是混浊的 都没有关系 就只是坐在岸边 静静地观察浮现在脑袋瓜里头的任何念头 想法 允许它们的浮现 停留 消失或者是转换 不停 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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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真的要来观察念头想法的时候 反而都没有什么想法浮现 那也可能刚好想法 想法多得不得了 甚至于可能已经 刚刚就陷落到想法里头去了 说在岸边看河水 实际上已经跳到水里头去了 跟着宰富宰城 那么也没有关系 就在发现到的时候 再让自己上岸就好了 而且是温柔的上岸 不需要给自己任何的评价 或者是贴标签 就只是温柔地观察念头的升起 停留与消失 所以对于任何念头 我们都欢迎光临 那我们不用去归类 或者是排斥任何的念头想法 在这顿练习里头 我们给他们空间 而且是很大很大的空间 允许他们出来 允许他们停留 也允许消失 某个程度来讲 这好像在电影院里头 看电影一样 也许在眼前 有一个一个念头的浮现 一个一个画面的浮现 然而在这过程中 我们既不是演员 也不是导演 更并不要当评论家 我们只要当个观众就好 静静地看着 荧幕所浮现的任何东西 画面 让念头想法 就只是念头想法 我们不一定都要卷进去 脑袋瓜里头浮现的念头想法 也就只是念头想法 但未必是我的 也未必是真实的 就慢慢地 我们让念头想法 成为一个可观察的对象 允许任何想法的浮现 停留 消失 或者切换到下一个念头 再换到下一个念头 再换到下一个念头 我们会发觉到 念头繁殖的能力好厉害 速度好快 无缘服劫 很有意思 从刚刚到现在 还记得有多少念头想法浮现过吗 脑袋瓜里头的念头想法 其实很像是天空的浮云 时而来 时而聚 时而散 时而物欲密布 时而晴空万里 念头想法 就只是念头想法 那不一定等于事实 也不需要是我的 或者根本也没有所谓的我的 就只是脑袋瓜里头 当下的闪现 而当我们练习 觉察念头想法的过程中 这觉察就犹如广阔的天空 它能够含容任何念头想法 聚集 转换 消失 再聚集 转换 消失 不论天空出现多少云 觉察都是存在的 觉察是广阔的天空 能够含容各种云朵 于是我们慢慢地练习 能够跟念头想法同在 却又不被其绑架 活着全然地控制 如果我们没有死 抓着某个念头不放的话 如果我们观察那历程的话 它真的是会出现 停留 消失 或者是转换 而即便它下次再出现的时候 那也是下一次的 出现 停留 消失 或者是转换 还可以观察得到 哪个脑袋瓜里头浮现的念头吗 透过这个练习 我们可以让念头 跟我们之间 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灵空间 而持续的练习 就能够让这心灵空间变大 当我们的心灵空间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越来越看得清楚 念头想法 很多真的都是 突然间一下子聚集过来的 它会停留 它也会消失 如果我们不死 抓着不放的话 于是慢慢地 我们可以成为 念头想法的主人 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奴隶 温柔地再把觉察 带到身体里的呼吸 领受气息 领受气息进来 身躯为伏的骨障 气息离开 身躯为伏的松沉 我们即将结束 这个练习 观察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 是否有任何念头 想法浮现呢 希望您可以多多练习 念头想法的觉察 慢慢地从念头想法的绑架中 能够温柔地脱身出来 祝福您在练习中 平衡 自在 稳定 喜悦 请不吝点赞